四渡河大桥,中国国内首座山区特大悬锁桥,建造难度极高,为此还用上了火箭,中国基建再次震惊世界。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过中国基建的世界名片,也是中国基建狂魔的代表作——大桥。 从古至今,人类与大自然既是相互依存又是相互对抗,山穿湖泊有着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但也是人类行动上的障碍。 跨越障碍是人类不懈的追求与梦想,而桥便是人类跨越障碍追求梦想的重要工具。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座桥十分特别,其在建设过程中甚至动用了火箭,用火箭来完成桥梁的建设,在世界上都是首例。 这座大桥就是四渡河大桥,四渡河大桥累计投资6.18亿元,2004年开工建设,2009年正式投入使用,耗时5年多的时间。 四渡河大桥的建立让世界各国都感受到了震惊,中国竟然能够在深山峡谷中修建出一座规模如此之大的桥梁。 四渡河大桥是中国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连接宜昌市与恩施市的高速通道,也是上海道重庆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四渡河大桥是中国国内首座山区特大悬索桥。 在湖北省,一座大山接着一座大山,甚至一眼望不到边,在如此险峻的地方建设一座大桥的难度可想而知。 长期以来,这里被深山峡谷中的四渡河阻隔,交通十分不便利,与外界联系困难,对当地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生活十分苦难,基本上都是与世隔绝。 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逐渐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 上海到重庆的高速公路也建设完毕开始通车,四渡河大桥也就成为了上海、重庆高速公路施工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四渡河大桥高560米,长1100米,作为悬索桥横跨在两山之间。 往下看就是四渡河,560米是什么概念? 著名的上海东方明珠塔高度也只有468米,四渡河大桥比其高出了近100米,相当于198楼的高度。 四渡河大桥西齐也三观隧道,上跨四渡河水道,东至八字岭隧道。 峡谷当中复杂的地形和多变的气候成为了施工过程中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首先,如何将仙岛索从峡谷的一端送到另一端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因为悬索桥在造桥时没有必要在桥中心建立临时的桥墩。 所以第一步就需要先将岛索固定在踏桥的两个端口, 四渡河周围都是相距上千米的高山悬崖,中间全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在这种情况下,仙岛索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桥梁的建设在第一步就宣告了失败, 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既然建设项目已经决定,就没有反悔的选择。 如果四渡河大桥不建设,大山深处的人们永远走不出去, 中国全面脱平的攻坚任务也难以完成,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渡河大桥再难也得建,在起步就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施工人员们想到了两种仙岛索的抛送方式, 第一种是靠人力进行拖送,另一种就是用飞机来进行抛送。 但很快,两种方法就都被否决了,首先,人力进行拖送的方法不现实, 虽然这是悬索桥普遍的作业方式,但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分析, 在悬崖峭壁的山坡之上,大桥两端的山距离,起码一千米起步, 仙岛索的重量又太重,靠人类拖送很容易造成威胁, 哪怕退一万步能够完成,也会在极大程度的影响工程的施工进度, 无论是站在考虑施工人员的安危,还是项目的进度上,都是不可取的。 既然人力拖送不行,那就只能选择飞机抛送, 采用直升机在两个山体之间进行先导锁的铺设, 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大山深处重卵叠仗的,气候变化难以把握,风速的变化十分迅速, 气候条件也极其复杂,并且就像前面提到的, 施工位置在悬崖峭壁之上,重卵叠仗之中, 直升机没办法进行稳定的作业,甚至没有好的落脚点。 这对飞行员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稍有不慎那就是击毁人亡, 在保障所有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危上不能有任何危险的尝试。 就这样两种方案都不行,建设工程在一开始就停工了。 大家看着这大山手足无措, 在经过了几天的思考和研究后, 建设人员们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利用火箭来解决先导锁的抛送问题。 虽然这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 但根据建筑人员们的演算和推论,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虽然也有一定的难度, 但相比人力还是直升机来说, 火箭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而这项技术被称为大跨度选锁桥先导锁火箭抛送技术, 这项技术在之前就讨论过, 但鉴于没有实际应用, 没有实验基础, 也从未在任何的施工工程中运用, 而这次四渡和大桥的建设十分特殊, 不能再用普通的方法对待。 大跨度选锁桥先导锁火箭抛送技术虽然还未实践, 但在这一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尝试, 火箭抛送技术的动力源就是 使火箭发动机为运载平台和飞行动力。 这一技术首先就是安全, 比人工拖送和直升机抛送要安全得多, 对构造物的人身不会构成任何的安全威胁。 其次是经济, 虽然是火箭发动机推动, 但其系统轻巧, 运行简单可靠, 系统施工的总成本也就相应降低, 最后是高效, 从系统准备到发射完毕只需要两个小时, 这比人工和直升机要快两到三倍。 而火箭抛送技术的原理就是, 首先根据射程选定发射架的射角, 根据弹着点标志杆位置及风力和风向, 确定火箭发动机的射向, 瞄准并固定发射架, 然后将火箭发动机安装在发射架上, 通过牵引钢丝绳, 将火箭发动机与工作所一端连接, 工作所另一端与固定装相连。 此时发射准备就绪, 用导电线连接发动机电点火头, 用电点火激发装置点燃电点火头, 并使发动机内的发射要燃烧。 火箭发动机在火药气力推动作用下, 迅速飞离发射架, 进入主弹道飞行。 与此同时, 钢丝绳将先导索拖起。 发动机工作结束后, 火箭发动机带着先导索进入惯性飞行阶段。 几秒后, 火弹体落入预定的目标区域, 然后施工人员先将工作锁固定起来, 然后连接并牵引钢丝绳, 这样先导索就形成了。 听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这座四渡河, 悬锁桥的建造难度了, 但就是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 才只是完成了建造桥梁的第一步, 后面还有着许多的问题, 像主塔施工, 主梁浇柱, 锁夹安装, 主览调整等一系列的施工, 都要在这悬崖峭壁置上完成, 下面就是深不见地的山谷。 而建筑人员们得在如此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五年, 四渡河大桥才能够完工。 我们惊叹在深山老林中建设一座大规模悬索桥, 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国际上也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奇迹, 每一个都看起来不可能完成, 最后都实现了。 这不是奇迹, 这是中国建筑人员们一砖一瓦, 不畏艰险的成功。 中国基建从来不是奇迹, 只是一个又一个建筑人员的脚踏实地。